由林鄭月娥不知道為什麼吃錯藥還是沒有吃藥 突然間又說罵移民那些人是二等公民 罵他們在英國很慘 但是在英國慘得就是說我有言論自由 我在英國慘得就是說工作機會多過香港很多 我到現在都問慘過這裡不用受這個洗澡教育 也不要說林鄭月娥的老公和兩個人在左邊 拿到英籍又自己不敢說 看這個奧運又不是和家人看 大家知道家裡發生什麼事 第二件事 我想更加重要就是 特區政府的那些官員、政務司司長和局長 他們家人以後就回到大陸 以後在香港不能去外國 那怎麼辦? 所以我想他們其實跟香港人一樣是一起坐在一個大監獄 你不要以為鄧炳強說話很囂張、得車、很厲害 你這輩子都拿去香港 回到大陸 你以後都出不了其他地方 去不了國家 你想一想 是不是很痛苦呢? 我覺得 第三 我想更加重要的東西就是 這些左讀的媒體通常會搞一些有頭有臉有影響力 又或者甚至有份工作後在日 希望搞他沒有份工作 沒有影響力 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雕然一身 他搞我拿不到他應得的影響因子 那他搞人做什麼呢? 所以都是報了幾天就沒有了 所以 你在海外 你除非找人跟我 你找人跟我 就找官邪五柱去讀理會 然後搞到以後在中國 坐在那裡坐 不要緊 看誰死而已 剛才都沒有說過自己在浸大公會主席 就是錢大康那些 有人說恩恩怨怨 但是錢大康 你現在在哪裡? 你覺得對你過往那麼多年做的事情 你負心自問 你對得住自己嗎? 你對得住良心嗎? 除非是良心被狗擔出去而已 那我的分享 我想叫半退休狀態了 因為到一百年多了 都過半百了 都過半百了 有些朋友很關心 究竟各樣東西 錢也不需要擔心的 之前有節省的 又不大費用 我覺得金錢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需要擔心會不會說 好像林鄭月娥說 會不會在這裡黑食 找不到食 接著回港賺 我心想 香港有錢賺嗎?其實 這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民主黨也不是那麼蠢 又被人猜完禁片而已 不是教授的了 沒做了很久了 時事評論完 大家好 歡迎收看《韓中國》 我是Lucy 我們這次很幸 請到時事評論員 黃偉國博士 現在你在英國 博士 你好 大家好 Lucy好 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大家好 希望大家平安啦 是啊 我都知道你八月份的時候 已經去了英國了 現在你在那邊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我知道你走的時候 你就說了 其實香港人離開 不只是悲傷和呈痛更加有政治壓力 其實你現在的有望安頓島 心情是怎樣的呢? 現在的心情是平靜啦 當然 我認識很多朋友來到英國 不是因為純然好像九零年代移民那樣 就是打算定居啊 或者那個人的 那很多不少在我認識來到這裡的朋友 他們來到不是說跟香港完全斷絕 任何羅網啊 沒有分享香港發生的事的 那現在你互聯網世界 香港發生的事 即時之的話 其實實際上 除了是時差限制之外呢 實際上 我相信我這個東西 跟香港人現在 身處香港的東西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當然那種沉痛悲痛心情 特別是因為很多流亡的手足啊 或者甚至是很多被政治迫害 而來到這裡居住 或者來到這裡定居的一些香港朋友啊 無論有些是我認識的 有些我不認識都好呢 大家都有同一種的感受就是 就算香港人在香港 或者甚至在其他不同地區 他用自己的形式繼續關心香港發生的事 繼續留意著整個特區政權的惡行啊 或者甚至是比更加多人知道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都可以作為我們這一幫香港人 在不同地理位置 或者甚至是在不同的一個崗位上面 他們應該或者可以做的事的 都知道你過去在香港的時候都參與過民主的抗爭啦 甚至加入過工黨啦 2014年的時候你都成立了民主教室 民主教室 支援罷課的學生啦 現在還有你都不被政大就解了欲 其實現在你覺得離開了是不是一個在香港的抗爭 是不是都值得的呢 每一個人稱每一樣東西的標準是不同的 當然我也認識很多朋友在過去差不多十年時間 他選擇用一個比較低調啊 或者可能真的沒有很直接在前面參與 我也很尊重那些朋友本身的決定 就是無論這些朋友可能因為這樣 都可以避過一個政治的風波 但是坦白說這些朋友現在香港 在香港就取代了我的責任 取代了我的角色 或者取代了我的位置 他在他的崗位裡面呢 可能繼續去守護著一些 就是仍然在香港讀書的學生啊 或者仍然在教室裡面 仍然都是進行一個批判教學啊 批判這個中國政府啊 批判特區政府的政治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看整件事就不能夠用 用當時一時一刻 就是他們本身那個決定或者取代 去否定他們現在在香港現在 面對這個這樣的大時代裡面 他們用他們有限的能力啊 他們的角色為之 盡量是 起碼是令到他們自己的學生 他們自己的同事覺得 還有一些安全感 當然你說過往一些政治參與各方面 我覺得 我想比起很多香港學者 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就是 就是我不敢說我做的事情是一些很偉大 那我還是做回一個小市民啊 或者香港作為一個公民啊 就不是公民及社會科國的公民啊 那個公民及社會那個公民呢 公民及社會科國的公民呢 是沒有公民的 因為公民呢 的定義裡面是一定要有政治權力的 沒有政治權力的公民呢 它其實跟這個閹民是沒有分別的 社會發展 經濟 民生 什麼都沒有啊 你不如叫政治宣傳回號啦 不要叫公民及社會科自己欺欺人啦 這樣就是另一個方案 然後就就是 當然我覺得我參與 令到我沒有了份工 有些人都不敢問我 因為可能我這麼兇啦 我看你都敢問我一定兜包蓋你啦 那我很和平的 我不蓋人的 我不是最多打你幾架車都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是價值判斷啦 如果給我再回到十年前 會不會打算接著跑論文數啊 跑研究項目數 那這樣就不像我自己個人的性格 那第二樣東西始終 一個社會都要有一些力量 去講一些針對示範的聲音 就是無論用一種傳統中國軍臣關係 裡面的那種進駕 那當然我們沒有這樣的責任 去和政權進駕啦 政權死關有什麼事嗎 他死去死就不要害到我嘛 不要害到我的家幾人嘛 那另一樣東西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 就是無論你做香港研究 中國研究 你拿官方那一套說詞 官方的版本就覺得是事實 這個也沒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過往這十幾年裡面 那個尤其是事實評論啊 去參與工黨啊 或者去到之前 我想剛才Lucy都講到那個民主教室 就是當年其實跟成名教授一起 希望推動一些人權啊 或者一些政治權利的教學 一個小小的一個項目啊 或者甚至後來可能是 就是一些已經解散了的一些 就是公民社會組織啦 無論是高價公民啊 或者甚至是這個 就是 講到 看一下 我有一個是誰呢 有一個應該是這個 當年跟何色營教授啊 那一齊那個叫做 當時就何色營教授 跟他就在2014年的時候就甚至說 不如去黨彈團啊 那個組織 那個後來都無責而終啦 裡面就有何韻詩啊 有黃耀明啊 那當然 我想參與這些組織 你其實要花額外的時間 要開會啊 要談一些要做的事情各方面 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從一個第一生的角度去了解 就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運作啊 或者甚至當中的困難啊 或者各樣東西 那到現在香港公民社會的慢慢 我不叫消失啦 叫做地下化啊 隱蔽化啊 或者叫做小碎化啊 都是一個在這段時間 一個公民統治之下 一個為自己創造發展空間條件的一個策略 那我覺得從一個階段性的角度呢 都是一個現在可行 或者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式的 那我想總括來說就是 我想對於這十幾年的政治參與呢 甚至剛才都沒有說到自己的浸大公會主席 就是錢大康那些 有人都說是恩恩遠遠 但是錢大康 你現在在哪裡啊 你覺得對你過往這麼多年做的事 你苦心自問 你對得住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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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得住良心嗎? 除非是良心被狗擔出去而已 那我的分享就這麼多了 博士 你都被左媒就點名就批評你了 那現在呢? 你說左媒 我後來上網看回了 最主要都是2018年年初那個 因為香港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市場學系 楊寶寧作為這個市場學系秘書 將我一張我們在WhatsApp組群工會的照片 她自己用學系的資源 我不知道這個市場學系會不會追究楊寶寧這個責任 就是說 她用自己的職員戶口是印私人的 然後是黏在這個大學的學生民主場 楊寶寧這樣其實已經犯了三條法 第一條法就是說 你都不是學生 你有什麼權念在這個民主場呢? 第二條犯法的楊寶寧 當然就是用這個學系資源印自己的東西 第三條犯法就是說 她沒有經過批准 將這張照片私自黏出去 是惹來這個小小的風波 那你說左派的批評 我想左派的公職正去到這裡 因為坦白說 通常你見到這些左獨的媒體 通常會搞一些由頭有面有影響力 又或者甚至有份國後座的人 希望搞他沒有份工 沒有影響力 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凋然一身 那他搞我 拿不到他應得的影響因子 那他搞人做什麼呢? 所以都是報了幾天就沒有了 那所以 你在海外 你除非找人跟我 你找人跟我 就找官邪五柱去讀理會 然後搞到以後在中國坐牢就這樣坐 不要緊 看看哪個成果 那坦白說 我想 除非大家來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覺得跟香港一刀兩斷而已 那否則 我認識在這裡的香港人 仍然都很關心香港 除了有時要分享這裏哪裏租樓便宜 哪裏買樓 不會被人找笨 哪裏租車 要看清楚那些事情之外 其實大家都會分享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因為網絡網的存在 除了時差差異之外 或者地域差異之外 其實大家要知道的事情基本上是同時發生 所以我覺得不是因為我走了 就覺得好像鬆了一手氣那樣 反而我覺得在海外的港橋 在海外的香港人 他們可能更加肩負一個更重要的責任 無論是傳承香港的文化 或者香港已經被秦始皇式消滅的一些書籍 文獻各方面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在走的時候 當然在感情上就是悲傷啊 很慘啊 或者甚至是很捨不得 但是我想實際上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怎樣將香港的文化 無論是知識啊 無論是一些記錄啊 無論是一些甚至過往這麼多年一些社會運動的各樣東西 如何向海外流傳開去不會說沒有了或消失 等於較早之前你說六四資料館被人叫做抄家 我也很擔心裡面民物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消失或沒有了 當然可能當初去研判的形勢的時候 不會想到香港的情況這麼壞或者甚至連整個 六四文物館都被抄家 大家都很擔心裡面的文物會不會是被消滅那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而言呢 一種羅亞方舟 羅亞方舟式的一種對於資料的保存啊 在海外保存啊 我想對於香港未來究竟存不存在那樣東西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博士想問一下你現在在英國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那博士想問一下你現在在英國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有沒有安頓下來啊? 我想在英國的情況 我想跟很多新來到這裡的香港人一樣 都對於我想一些日常譬如說住一個方面都在籌謀中啊 那當然在這裡跟香港很不同啊 你找房子租啊 找房子買啊 那外人不開車就好一點啦 就不需要想著會不會買車那樣的 但是始終就是有時候要看樓啊 要找各樣的都要時間 所以都可能這段時間可以叫做安定獨立 那我也認識的有些香港朋友 甚至譬如說一家大小來 那甚至他要發賣子女的讀書問題啊 那這些都很幸運的 那我看到有一些都就是 那些小朋友都入學啊 有學方又不用陪爸爸媽媽 就是每天在不同的酒吧啊 或者在不同的商場裡面 就是落來朗蕩啊 好像都是一種毛巾的或者 就是你覺得香港人覺得百無聊大 也是一個挺不舒服的一個生活習慣 那當然另一方面就 你也會看到譬如說我定期都會有 就是在某些頻道有一些節目啦 就是另一個主持這樣 那也都多多支持啦 有些什麼意見啦 批評啊 或者不足啊 都很歡迎大家給啦 給一些鼓勵 或者給一些意見給我們去進一步改進啦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都就是 我想叫半退休狀態啦 因為到一百年多啦 我想叫半退休狀態啦 因為到一百年多啦 都過半百啦 就是有些朋友很關心 就是究竟各樣東西啊 錢啊 那也不需要擔心的 就是之前就是又省省的啊 又不大洗啊 那我就覺得就是金錢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的 那不需要擔心會不會說 就是好像林鄭月娥說的 會不會這裡黑食 找不到食 跟著回香港賺 那我心想就是香港有錢賺呢 其實就是這個第一樣東西 那這個第一樣東西 那另一樣東西就是就是 就是希望將來都希望有一些相關的頻道 那其實我有幾個人都很想做的 那另一樣東西就是希望 有一些收費方面的教學 那因為我知道現在基本上香港 或者甚至在澳門啊 很多地方大專院以下 都不再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課程 那我也想一些收費的一些實體課呢 就是現在真的要看文獻啊 看論文啊 看一些就是學術論文啊 來重新去學習文化大革命 因為正正就是因為學習文化大革命呢 是更加令我們進一步了解知道 究竟現在或者未來香港和中國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一樣東西是 我都很想希望今年裡面能夠做到的 那這一樣東西就是 我都有寫信給再投手足 那這一樣東西都有繼續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 當然是做節目 那所以其實來到這裡 你其實那個 就是不會沒有事情做的 一定是有些事情做的 那當然第四樣東西就是 就是我們都看了 因為我想在香港其實 就是很多朋友都很關心英國的狀況 那在英國都很多香港朋友都很關心 就是究竟它在這裡適應 居住各方面 那就是 我都希望用我自己的一些經驗或者專業 能夠幫到他們 盡快適應這裡的生活 是不是遲些都要在倫敦那裡 居住還是要去其它的城市呢 倫敦好像消費會貴一些是不是 我就不太喜歡倫敦居住的 倫敦就是我總覺得等於香港是 兒女不兒居一樣 香港去旅行啊 看看維港食物啊 吃一下乳豬啊 吃一下雲吞麵咕嚕肉就可以了 你說去住 那都不是一個很適合住的地方 那所以呢 很肯定的 就是倫敦就不是我選擇的地方 那但是究竟會住 究竟住在英國哪裡呢 會不會住這個曼茲斯特啊 百明漢啊 或者甚至在這個雷丁那方面 我都沒有決定 因為都似乎 就是找房子安排各樣的 但是我想無論在英國哪個地方住都好 那就是我都不太 就是我想去到我這個年紀都不想 不想住一些太近市區的地方 因為你說倫敦真的是 譬如說四個早餐 譬如說可能倫敦和非倫敦地方的價值 可以欠三分之一的 所以我想少數八場當然啦 我覺得作為一個日常生活開支的計算 當然都是一個 就是倫敦都未必是一個 除非我上班 那我方便上班我才去倫敦而已 那如果我不是上班 我就留一些要上班的朋友 在倫敦住 可能對它來說是更加適合的 聽報士說你要開一些新的頻道 聽報士說你要開一些新的頻道 現在是不是正在做的 其實還沒有 其實我都要先找到地方住 所以我都找到地方住 還有第二件事也要等到我的資料 等到我的書就找到來 就是我想其實我運的東西 其實給很多我認識的朋友 三百多箱 二百多箱 我都是連六十箱都差不多 就是我六十多箱而已 那就是很少東西 因為我在香港走之前 都已經將一些已經沒有價值的東西 都已經飄走了或者已經都不要 那當然那些東西來到之後 其實都希望幫到我一些相關價格 當然如果你說有一個定居中的地方 當然也要有這個上網的信號那方面 因為在英國其實不像香港 香港始終都很方便 你今天申請可以 可能第二天已經可以上網 但是始終這裡都要等一段時間 可能等幾天才上網 那唯有就是要等一些東西定了 我才能夠想究竟那些東西怎麼開展 那你看到現在我身後面的環境都不像家 都像酒店 那遲些可能都會 如果你說定居那裡不理想 都會到處去 先留一段時間 那這些東西都不急的 又不是說好像一份工 要三個月後要做多一些東西 要三個月後要完成那些東西 所以都計劃就有了 但是究竟怎麼進程呢? 就是有沒有可以住多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有沒有網上都很重要? 嗯 聽老師說 其實現在在英國的 在英國中又是有很多東西 那是 在英國中又是不合理的 在英國中沒有什麼 都不合理的 就是我們在英國中 都不合理的 是因為我們小朋友 在英國中 這些東西 到底是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我只會說 那些東西 那是有很多東西 是有很多東西 到英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报社说 其实现在在英国的香港朋友都很关心香港 几乎是同步的知道香港的新闻 现在报社看到香港的状况 看到《苹果日报》几乎是被人乱甘霸起 接着好像科技员还有扎偿 每一天扎偿13000元 这整件事发展才算 我想海不海外其实可能有个分别不大 你在香港可能因为《国安法》 说话会蜡蜡蜡蜡 或者说话都会很紧失 当然海外你说国安法 你去冥黄星都抓到 你就使用冥黄星拉入那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荒謬 当然这件事就是你在哪里说些东西 政府不喜欢就可以依然入罪用《国安法》 所理一切的那方面 当然你说《苹果日报》或者《资料会》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 你若欲罪真本上 我想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唐晏萍 那你要赔谁先赔 你连那些资金都被凍结 难道你这个科学员问这个保安局拿钱 你有本事就问我 你没有本事就说这些小众 你怎么弄到这么糟糕就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情况就是说 怕你没死就找全家出洞窄 那个人几句是一样的 我经常觉得这些东西 投资者放在眼内 外国媒体放在眼内 那就看看香港将来会怎么样 如果你说香港和这个西安和武汉是一样的 其实一会也可能不知道会说到 就是说究竟外资对香港的态度 就是虽然你说外资 似乎表面对香港有信心而已 但是为什么这几天的新闻就说到 那么多外资银行要卖铺 要套现啊 是不是真的某些媒体所说 因为那五千元可以振兴经济 搞得香港经济比以前好呢 那这一样东西你骗低男白痴就可以了 但是你低男白痴就够被人低男白痴 骗到死为止 但是我们不是嘛 所以大家去尝试去taste一下 去品味一下这些这样的大型人员 本身曼铺套演案那一段背后 是不是撤之拜拜啊 还是怎么样呢 所以见到保安局局长就这一排就 所以见到保安局局长就这一排就向记协开火啦 又说记者是会探学生入围被 就是背购大量的学生记者 其实这些你又怎么样看呢 要质疑记协渗透校园 是啊 当然这个保安局用一种 塔利班恐怖主义黑社会式的恐吓 对香港人 你看到香港人就不舍他 你看到邓炳炎出来 说话就当他唱歌 他说了不用负责嘛 可以这么说 官员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的 为什么官员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呢 官员说话要负责嘛 官员说话不是自由言论自由 说了就算了 难道特别人说明天杀利全家 你信真是杀利全家 人认自由嘛 他怎样就怎样说 所以我觉得 我想相关的组织机构要衡量风险 评估各方面 转利一些可能在一些地下化 小碎化 或者低调形式继续运作呢 这个是作为他们有后续一个很重要必要 因为实际上现在中共或者港共政权 都是打击一些组织性的一些 或者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啊 就是无论是艺人啊 就是我经常觉得 如果你说去到 遲多几个月打击这个MIRROR那些 这个绝对不出奇 因为现在民建联拆想到 就是说要 要求政府立委要控制那些人打击的各方面 就是现在大陆做些什么坏事呢 那些没鬼用 或者没有硬用的那些民建联工业会 经验联同新闻党呢 就照抄 那所以没办法的 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没有存在的价值嘛 就是老实要你 要你拿鞋底 你就全身拿鞋 帮人全身拿鞋子 所以就 就是 连蛇齿饼子都没有了 那些什么蓝丝啊 黑丝啊 红丝啊 那些什么蓝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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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蓝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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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蓝丝啊 那些蓝丝就消灭你了 那些蓝丝啊 那些蓝丝啊 梁國雄、朱海迪這些全部都坐牢 現在見到何俊仁都要坐18個月 陳浩媛都要18個月 差不多每個都在那間 楊申的楊申都要14個月 現在梁國雄要22個月 何秀蘭要14個月 第一件事當然香港的法官和這個廣播勾結 為什麼以前不是這樣判 現在這樣判呢? 常識來的 即使我不懂法律都會問的 原來法律就是說以前就沒事 現在就當有事 然後有些法官黑絲上路 紅絲上路 藍絲上路 又說恐怖分子 這樣那樣的那方面 大哥 我覺得如果下次制裁 下次美國制裁可能制裁這樣的法官 這件事真的不奇怪 因為坦白說香港要制裁的 官員已經制裁完了 中聯辦都制裁完了 下一派就是那些國安法官 那些幫兇法官 他就被制裁了 到時呢 他就真是為自己所做出 為黨 為港共政權作出的那些東西要付出代價了 現在差不多是藍絲治港 即使之前中共有人國六民端 說民主黨如果不參選就死了一條 又說民主黨的人不要跟著幾個擊中的大哥 但是現在似乎看到區議員宣誓 有幾個民主派的區議員宣誓 後中都一樣被DQ 其實這個你要怎樣看呢? 就是人家不參選 你說人家死了一條 現在人家宣誓後中都一樣是不行的 怎麼看呢? 現在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呢? 捐狗洞又死 不捐狗洞又死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自盡 但我經常覺得 民主黨就這樣被人打擾 你作為一個組織 必然成為一個被針對瓦解對象的話 當然黨裡面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被握春袋 於是覺得要不斷參選 但給不了理由 就是那些以前衝突 現在突然間好像變成了一個人 那些 大家都懂得判別的那些是什麼人 那第二件事 就是 就是 我想民主黨也不是那麼蠢啦 沒理由被人參與禁面而已 我想民主黨也不是那麼蠢啦 沒理由被人參與禁面而已 你不參選就是綜合廣法 你參選就被人DQ 叫這個什麽這麽PK啊 這麽政府啊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民主黨自己本身都懂得想怎麽做的了 那你有多少 其實好像周恩和那些列女啊 或者何桂林 這些列女這樣 可以這樣說 就是他們那種靈死不屈的精神 是現在港共政權最害怕的地方 因為他們正正是照著特區政府 醜陋 陰暗 和這個戰革面一個很重要的光線 所以我就覺得 沒理由 兩個女子都比不上這個民主黨那麽大的男人 那麽大的政黨吧 對不對呢? 選舉就差不多要在今年的十二月 都要舉辦啦 就是和下年的三月 那麽現在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要說 他所有的紀錄部隊就已經準備就緒了 就全力陪下政府相關部門做好這個選舉的工作 希望能夠在安全和社會穩定環境下進行 不過現在有一個想法就是 澳門那邊的選舉 因為DQ了所有的民主派的參選人啦 接著又有些白票啦 和棄權啦 還有一些抗爭的質疑在裏面 你覺得香港的預期 香港的狀況會是怎樣呢? 還有有些人也有些擔心 會不會香港政府做立法 或者是有一些國安法大小的情況之下 說你不投票 或者是白票啦 抗爭質疑這些都是違反國安法 啊 看看它怎麽做 做不做到而已 我的問題 強制投票就沒可能的啦 因為就是 你連選民登記都不完整 你們怎麽強制投票 可能很多已經離開了香港 那麽你怎麽叫它投票呢? 你怎麽捱呢? 第二樣東西 你知道的啦 那些國安或者警察都是 那些國安或者警察都是好食爛飛的爛蟲來的嘛 你叫它去做事 你給一支槍去殺人就可以了 你給一個水扒傘去亂射人就可以了 你又要去做這些事情 不用的嘛 那麽所以 都是說一句啦 鄧炳強所說的 言論自由而已嘛 我說要逼你投票就給你投票啦 跟著做不到它說不行 它都不用負責任的 這次其一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 就是 你說能不能夠防止在選票上面 像是問候林鄭月娥啊 問候中共啊 問候習近平啊 問候鄧炳強啊 問候李家超 我想這個都 除非你說的投票本身是裝白露電視而已 但是 如果你投票都裝白露電視 更加不能投票 那這票票是不是留下來 像我昨天那樣拍烏蠅呢? 是不是呢? 有些烏蠅又飛過來啦 一說烏蠅就知道烏蠅自己飛過來啦 那投票就只剩下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啦 你就給全世界看 你這個全世界最安全的選舉 原來是沒有人收你的的 那所以呢 你怎麼在白露電視票 和強迫投票之間 拿到一個平衡呢? 我想以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這些這樣的智力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嗯 我想問一下 報視怎麼看香港的國際環境呢? 就是之前大家都 報視怎麼看香港的國際環境呢? 就是之前大家都 2019年 大家有一個信念 抗爭的信念就說有攬炒啦 或者是希望國際制裁 接著最後就 希望香港的民主到來啦 那現在的狀況 你見到就是香港的經濟 各方面政治壓力都是每一方如下 就是有些人都是這樣吹 就是真的會不會美元和港幣脫歐啊 還有要更加多一些國際的制裁 連到香港的國際有所變化 哇 這個其實是一個觸犯國安法的題目 但是因為 就是 啊 當然我是時時評論而已 那我不是去鼓吹一些人制裁 某些東西 那我只是說出一個可能性而已 那我覺得他們不會搶到這個可能性都想不到吧 那如果這麼窗戶啊 那我加這麼多年不稅 我不如你去燒這個稽錢啦 燒陰獅子好過啦 當然剛才說到制裁 那你說會不會制裁這個國安法法官 這個可能他們其中一個考慮之列 這個也都不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這個 對於香港的經濟制裁 那你說 現在反而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中共不靠香港的靠什麼呢 特別是兩件事啦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就是換美金啦 那要靠香港換美金 那你繼續有這個美金 你中共才可以繼續 run到現在的經濟嘛 難道靠人民幣什麼呢 難道人民幣國際化呢 都不敢說啦 都已經失去皮啦 那第二件事就是 也都靠香港作為一個輸入外資 甚至是一個股票市場啦 那你始終就是香港作為一個 就是國際關於中心 雖然已經都已經是變了這個 跟上海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都騙到人嘛 都希望美國啊 英國那些投資者來香港 買中國的股票啊 繼續賺錢啦 那些中國的企業 都繼續有些錢嘛 那所以如果你說要整整香港 就隨便啦 那你說這麼慘嘛 那就是當年攬頭說明 就是說玉石俱焚 或者甚至叫做焚身以火那樣 那所以就是 基本上那個攬頭的合適 都基本上都已經實現了七七八八的運氣了 那你就 你其實看一看特區政府的言論都知道啦 就是 由林鄭月娥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吃錯藥啊 還是沒有吃藥啊 突然間又說罵移民那些人 就是二等公民啊 罵他們在英國很慘啊 但是 哇 在英國慘到就是說我有言論自由 我在英國慘到就是說 工作機會多過香港很多 我想做二等公民慘啊 這裏不用受這個洗澡教育 都不要說說林鄭月娥的老公和兩個人在左邊啦 拿到英籍 又自己不敢說 看這個奧運 又不是跟家人看 那大家知道她家裡發生什麼事啦 那第二樣東西 我想更加重要就是 特區政府的那些官員啊 政務司司長都沒有一個局長 他們的家人 以後就回到大陸 以後在香港沒得去外國的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這些子女去外國 人家一知 立刻督徽啦 所以我想他們其實跟香港一樣是一起坐一個大監獄 就是你不要以為鄧炳強說話很囂張 很得車 很厲害 因為你這輩子都拿去香港 或者回到大陸 你以後都出不了其他地方 去不了國家 你想一想 是不是很痛苦呢 好了 第三了 我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 好了 第三了 我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 當然我想 如果你說要斷了香港和中國 讓他們用美金教育 這個當然是一個 即時你去經濟引爆的做法 那這個是不是他們想現在短期裏面會做的一個做法呢 還是都是慢慢用一種圍堵的方式 就是通常你都會看到就是說 你看回蘇聯瓦家的經驗 其實很多報導都有講到 就是說 美國撤出外富行呢 表面上就是這個 塔利班贏了 或者甚至塔利班 或者中共覺得跟塔利班賣口瓜 就覺得跟你拍拼頭 然後就什麼 給2億元 因為換了 2億元 2億元水泥 2億元他用不完的東西 你想中共有這麼著數 就是賣多給2億元 2億元人民帆你都不要了 是不是呢 所以就是 塔利班又不是傻子的嘛 雖然大家都沒有分心而已 說不定就是 塔利班和中共相關 會不會是可以益到中共的地方官員可以走白粉 走願性毒品 你知道官員都要賺錢嘛 那個方面 所以就是 你中國不要當人傻子啦 你自己的傻子也是可以的 你當人傻子 別人不理睬嘛 對不對呢 當然你說 全球會不會有做一步經濟制裁 在一些國際關係理論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對一些官員制裁 都是一個象徵性意義 就是跟你的關係 都是基本上一個對立的局面 問題關鍵就是 你會不會國安法 在香港國安法會針對美資啊 美國的財團啊 美國的資金啊 或者美國的公司啊 然後說去洗黑錢啊 進行一個不化的經濟交易 所以如果你說國安法就是針對香港人的話 然後整個國安法下一步就是針對一些在香港的外僑啊 外商啊 美國啊 英國雙人的話呢 可以是作為一個 就是重要的參考指標去到理解 如果國安法進一步 去到這樣落實的話 究竟對美國對香港的關係 美國對中國的關係會不會進一步學法 然後會有進一步的一些制裁啊 禁運啊 或者是一些跟資金有關的一些限制有關的措施出台呢 是進一步打擊香港和中國的經濟 都不會說到今天有一宗很蠢的新聞啦 就是今天一宗很蠢的新聞就是說 因為經濟捐香港經濟復甦 說五千塊 你到香港經濟復甦 不是那麼便宜吧 五千塊的經濟復甦 我每個月出糧多二萬元 就復甦四次 是不是呢? 所以有時候你看香港媒體也很小心 那些線稿相關報導 在那裡就是 就是五千塊令到香港市民復甦 你不是啊? 你現在就是國後傾銷而已 是不是呢? 這個覺得北京政府是不是不介意香港 或者是不介意就是... 我覺得特朗平被別人玩啦 就是說不要要香港啦 香港是不聽的 又是恐怖分子 又是暴徒 我是在那裡做 但是你做來自己打飛機啊 是不是呢? 你難道找北韓來啊? 找俄羅斯來啊? 找伊朗來啊? 找巴基斯坦來啊? 是不是呢? 就是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你做啦 做十個八個雄康新村沒所謂的 就是給鬼住啦 就生野草啦 不要緊的 嗯 知道 現在我想問一些美國那邊的懲罰 就是有一個很震驚的一個新書 就講了美利 即美國的美利將軍 就之前在特朗普時期 他就打電話給中共的官會副主席 就說如果是美國要打仗啊 又要打你們啦 他就一定會告訴美國政府知道 確保我們真的不會打你的 其實這個你要怎麼看呢 這個時候爆出來 他說你將軍 我想向你保證我們是不會攻擊或任何的有利的措施 你我殺了五年了 如果我們要進攻呢 我會提前打電話給你 這個你怎麼看呢 那個時候這個人就是參謀長啊 就是特朗普時期 我對這個消息有一些懷疑啦 第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消息本身呢 如果你這麼說就是說 如果特朗普說真的開戰 我預先和你講 你覺得沒有人知道嗎? 現在都爆了啦 不先啦 就是我想沒有理由你在美國的軍方 有人做一些東西威脅 或者叫做傷害美國國安安全 那當然你說相關消息出來之後 究竟會怎麼樣? 現在可能太早說了 因為剛剛都爆了沒多久 就是會不會相關的官員會受到調查啊 或者傳媒一定會質疑啊 會不會是就是 你和中國打龍通啊 那你其實 和通販賣國啊 和出賣國家當然沒有分別的 如果真的這麼說 就是你私下和中國的一個相關部門 做出這樣的保證 那第二樣東西也是 會不會更加多媒體發掘相關的內容啊 還是其實某些媒體 就是如果你說多一些媒體報道的詳情 那當然更加理想啦 香港一個人的 所以可能現在都沒有一個很適當的時候 去做一步的理解 還有我想另一樣東西就是 你作出一個保證 那你為什麼你對伊朗啊 你對其他地方不是這樣 你對中國是這樣呢? 那很多邏輯上面啊 或者一些剛才的質疑呢 我想相關媒體都要做一步的跟進了 或者相關政府 或者美國政府相關的官員啊 或者甚至是這個 拜登都會不會來清不上這件事啊 就是 都很多不清不上的地方 在那個細節那裡 我的問題就差不多了 包括之後都想問回博士 你在英國有沒有 香港人經常說的 我出去 我的心裡面那團火 現在還在那裡的 博士 你的那團火 還在那裡嗎? 火不火的 我覺得 你看到香港這樣的變化 當然 所以我覺得 你一個民族 或者一幫人有一個傷痛的歷史 你才有能力繼續生存 還有繼續捍衛香港 我想沒有作為一種文化 作為一個力量的方面繼續走下去 那是不是團火 就是我又不會用一團火 我覺得 你每天都要開著腦子 我覺得 不是我的那個心理狀態是一個腦子 我的心理狀態就像 我像什麼呢? 我可能我現在都比較 比較旁觀者 我比較喜歡做一個旁觀者 我想做旁觀者的好處就是 看東西更加清楚 因為有時太當局者 有時又覺得 那些事情太上心 是對身體健康有損害的 但是我覺得無論你是什麼形式 心態都好 我想大家 無論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地方 大家繼續關心關注香港的每一天狀況 正如一開始的Lucy都說到就是 大家同步 只不過是地域同時居差異而已 就是我還沒睡覺之前 都可以知道早上發生什麼事 那我起床之後 大致上要發生的事都已經 來到香港都差不多 還沒到下班時間了 去到下午三、四點的 我想 那裡都不是很大的困難的 那如果你在晚上 我就直接在夜休息的話 直接在夜休息就當大家聊聊天啊 那個方面 所以有時你們這些訪問都留意那個時區差異 就是有時問我半夜做而已 半夜我睡了啦 半夜都出生人啦 不是吧 會不會每天都留意香港的新聞啦 就是我有些海外的朋友 他們回了美國啊 其他國家幾十年的老香港人 香港人 他們都說一天都要看香港的新聞啦 要是一天看幾次啊 就是你 其實你在那邊那些香港狀況 會不會都會這樣 其實都一樣是很掛念香港 很關心香港 現在很方便的 有YouTube啦 有你們不同的頻道啊 不同的 無論是香港或者是海外的頻道 講講講啦 也都有一些 無線新聞的前主播來到這裡 有自己的一個新聞頻道啦 那所以就是 我也這麼說啦 就是很感激互聯網這個年代呢 是將人之間的距離 無論是時空啊 或者是那個地位限制打破了 那你說除非香港的瘋狂而已 那香港的瘋狂 我也知道走光了的 你留一個臭狗在那裡 你就自己抱著死啦 那一樣東西就留給林鄭月娥自己慢慢發握 就是林鄭月娥自己 連吃飯去廁所都自己控制不了啦 現在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 大家會辛苦 就是無論在香港的朋友 或者在香港的朋友 關注香港都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狀況 那靜靜的一件事 可能透過這種磨浪才建立了我們那種民族精神啊 民族的鬥志 和民族的那種團結力量 這個都很重要 最好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香港的朋友說呢? 好的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人月亮團月 無論你在香港或者海外 好的 麻煩你阿博士 多謝你 對你來說 讓我們去找台北聯套 你去找台北聯套